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是9号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快6点钟 这两天都没出门 都在家里待着 看看上上网 看看股票 也可能是我们这边有些疫情了 我自己也不想出去 所以就在家里待着 今天之所以9号跟大家聊聊的就是Doordash 我上一个视频讲了 Doordash今天上市 在之前预计的它的上市发行价最开始 是70到85 后来调高 调高到85到95 到昨天晚上又进一步的调高 调到100出头 大概102吧好像是 最后今天一上来就是 189 189块7毛8 这个估值就是市场对它的认可 我觉得就是说明钱太多了这个市场 才这样认可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值这个钱吗 就是送快递 就是 就是开车送餐的这种 当然是有盈利 有不是说完全没有盈利 这是可以盈利 它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在盈利了 那么第二季度也开始盈利了 第一季度甚至到去年它都是赔钱的 那么这么一只公司 这么一只股票 上市 结果得到了那么多方的追捧 居然能炒到 189块 就将近19了 它根本支撑不了这么高的这个股价 就凭它的业绩 Uber今天才多少钱 看看Uber今天多少钱 Uber今天也涨了一点 今天是收盘价 53块7毛9 能涨一点其实不容易 因为今天整个大势是跌的 这是不管是纳斯达克还是 道匈斯今天都跌 道匈斯最后差一点跌破3万 但是又回来了 尾盘稍微收高一点点 也就是三万零几十 纳指今天跌幅超过2% 到尾盘也稍微收回了一点 1.9几 纳斯达克 所以今天在大势不好的情况下 整体大盘不好的情况下 还可以有这个价钱就不错了 Uber今天其实是在盘中的时候 价钱也还还可以了 就是说 盘中的时候到过56块 其实跟前两天差不多 不 这个都我觉得就是说 这么一个盛快餐的 或者说是靠司机 经济移动网这样挣钱的模式 没有资本的包装 他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股价 他维持不了这么高的股价 我不会去碰他 我也 跟大家建议啊 别去碰他 或者说短期内别去碰他 看看他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走势 再说 呃 说完了这个Uber 跟Uber不是Uber Dorad是跟咱们相关的 这个 不是跟咱们相关的 跟我去嘛 是说啊 我开车嘛 咱们不是那种高大上的这种 高级的行业职业 咱们就干这个 给人送餐的 开车的 那么关注关注这个 就可以了 但今天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 我一开始说我不谈 股票 各国 具体的各国不谈 但今天我谈 我只是说 让大家不要去 怎么说呢 说说明星股吧 大家买不买自个决定啊 我这不建议买 也不建议卖 所谓的明星股就是 一是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随着大盘 也在往下跌 而且跌的还挺厉害 曾经最低点大概是580多块钱 要知道 他昨天收盘价收在了 649 当然韦市他也回来了一点 六百零几块 六百零四吧大概是 六百零四 这个股票呢 现在说法很多啊 就关于特斯拉这只股票 真的说法很多 有的人说他会一直涨下去 有的人说呢 他会近期他该回调了 他的价值炒得太高了 他也虽然说这个股票很好 但是他不值这个钱 有的人给他直接定位 就是未来能够 那说的更高的太高 那个血糊了 咱们不听那个 就是七八百 短期内 很多人都很多的网评 都股评都说能看到 那么也有人说 这一波他要回调了 就是根据今天这个现象 看根据他的这个图形走势看 他要回调了 那么这个对于长线投资来讲 你买和卖其实无关紧要 但是你要是短期做波段的 要注意了 起码说 如果你现在没进场 就是说起码你没买特斯拉 这只股票的人 现在不要再去碰他 卖 还是继续持有 这个你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自个决定 但现在没有的人去买他 暂时不要买 这是我看了几几个网评 这种说法啊 当然如果你是长线投资客 你根本不用考虑 B点就买吧 所谓说价值投资的人 不用考虑 因为未来的电动车市场 的享受空间太大了 现在电动车 一共整个在 不管是在发达国家的这个美国 还是其他的地方 市场份额 占的很有限 那么未来各个国家都在主推 所以想象空间会很大 但是这个中间 肯定是这个波折的上升了 不可能一下子冲上去 对不对 再有另外一个明星股票 就是NIO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电动车公司 电动汽车公司 也应该算是明星股了 当然它的价钱现在很有限 不能说很有限 比特斯拉差的很多 你要用它来跟特斯拉比 就非常值得去买 可是我上一个视频里 我也讲过 包括特斯拉都是一个 算是科技公司 我把它定为科技公司 它不是一个汽车企业 它真的离造车的行业 还是有点 有些路要走 我那天专门比了一个图 它的工艺 流程管理 按汽车的行业管理 它还是有差距 那更不要说国内的这种造车行业 NIO是国内的叫 叫什么 我都搞不懂 叫不叫薛鹏 叫蔚来 对蔚来 你说国内造这个汽车 就是这种汽油发动机的汽车 造了多少年了 到今天啊 技术怎么样 跟国外的差距还是明白在那 到今天也没有一款自个儿 能够真正拿得出手的发动机 更不要说这种齿轮箱 变速箱 这种动起来的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但呢 电动汽车 中国一直讲的 世贸的话 所谓的弯道超车 有可能 因为它很多的 真正从汽车的角度讲 它很省去了很多 它只是一个电池的这个 充电的能力 续航的能力 加上一个电动发动机的能力 它们外壳都设计的很fancy了 现在咱们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从汽油发动机的角度讲 我们还有很 就是中国的撤起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但是电动汽车 它有这个机会 真的有这个机会 能够赶上来 另外这个特斯拉在中国设厂呢 我觉得对于特斯拉来讲呢 有好的一面 毕竟中国设厂在那里摆着 但同时也有不好的一面 这个中国的企业 不说国家企业 就是中国的企业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如果真的 那 学会了以后 特斯拉以后没有什么其他的神秘了 那被 中国企业超越 不是不可能的 那就看这个Elon Musk 有多大的创新能力了 是吧 所以这里也就 我都是泛泛的宏观的来讲 我不讲具体的 什么时候该去买 什么时候该去卖 这个Neo大家也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是 起码目前来看 它也是个明星企业 明星股票 在这个资本市场里 当然也有说 有人说它要回调了 也有人说它还有机会 回调还是有机会 我不 下结论 这是两支明星股票 再说一支技术性的公司 这个Palantir 非常热 最近的时间非常热 这是一间新上市的企业 其实公司已经做了很久了 但是 上市时间不长 这个它的明星光环呢 就是这个CEO有点这种 Elon Musk的这种 这种范儿啊 说话办事 就是你听他讲话 你听 他很有说服力 他的这个鼓动的这个演讲能力 演说能力非常强 所以说一间企业成功不成功 我觉得CEO非常重要 就是CEO把这个企业注入他的灵魂嘛 他的理念注进去了 这个企业成功不成功 和成功跟这个 其实一个企业成功不成功 跟人非常不关键 如果这个领头人不行 企业开始的起步技术再好 他最后也做不起来 往往CEO不是真的是技术型的人才 他只是懂一些技术 但他更懂的是市场 懂得营销 懂得管理 所以这个企业现在 这只股票啊 现在也非常热 非常的热 虽然今天大势回调了 你到网上看 这些网评股评 仍旧有人说他还会继续走 其实我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大盘肯定是有回调的要求 因为最近涨得太快了 是有回调的要求 但是个股的行情永远会在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个股 你买了他 你跑的比大盘快 大盘回调对个股肯定有影响 但那些好的公司 他一定会脱离大盘 他会大的形式会跟大盘走 但是他很快他就会回过头来走 按照他自个的预定的曲 这个曲线向上走 所以看大盘 看指数要看 但看准个股更重要 是吧 我就给大家说这么点 我还是说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坚持这个原则 我坚持这个原则 跟大家聊天可以 但我不想 具体就哪一只股票 怎么去买怎么去卖 在哪个价位区间去买去卖 那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念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特斯拉 我相信这一跌这一波跌过以后 未来的 他要并进 SP500了嘛 肯定有人会在这之前 或者这之后 要抛掉自己手中 特斯拉的股票 当然也有人顺势就建仓 这个是个人的决定 我刚才提的这几只股票啊 我一直说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大家自己决定啊 好 今天就聊这么点 我是因为多少代是今天上市嘛 跟大家扯一扯 好吧 老话 Well, take care Bye